多謝Richard給我們的分享 多謝Richard給我們的分享 大家聽他見證的時候有沒有留意到呢 大家聽他見證的時候有沒有留意到 他變了另外一個人 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我猜他跟太太說 我想做家務的時候 他太太一定會很震驚 我想他和太太說 我想做家務的時候 太太一定會很震驚 但是我們中國人說 江山易改 品性難移 但是我們中國人說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但是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但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我告訴大家 他被轉化 他被轉化了 但是這個轉化應該是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才認譽 但是這個轉化應該發生在每一個神 我們每一個信耶穌接受基督的人 我們每一個信耶穌接受基督的人 我們都應該經歷這一份轉化 都應該經歷這一份轉化 我們的人生才會越來越美好 我們的人生才會越來越美好 為什麼會講這個見證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見證呢 因為今天是五場節 因為今天是五旬節 在以色列的傳統裡面 在以色列的傳統裡面 五場節的時候他們會讀路德記 在五旬節的時候會讀路德記 路德記這卷書 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路德記這卷書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沒有很明顯地看見神介入在人的當中 就是你沒有很明顯地看見神介入在人的當中 但是你又感覺到有一位看不見的神 處處都在帶領 但是你又感覺到有一位看不見的神 處處在帶領 我們從身約的角度來看 我們從心約的角度來看 這一切其實就是聖靈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今天要用這個角度重新來去看這個故事 我們用這個角度來重新看這個故事 我會在路德記裡面折錄一些經文 我會在路德記裡面折錄一些經文 然後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神給我們的訊息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神給我們的訊息 我今天講到的題目 我今天講到的題目 跟隨聖靈得著轉化 跟隨聖靈得著轉化 本來我想用另一個題目 本來我想用另外一個題目 我本來想叫做有聖靈有轉化 原來想要的題目是有聖靈有轉化 但我怕你以為這個是第十二個核心價值 我害怕你們誤認為是第十二個核心價值 因為最近我們講的核心價值 都是有聖靈有什麼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核心價值 都是有聖靈有什麼的 所以算了 都是跟隨聖靈得著轉化 所以算了 還是講到題目是跟隨聖靈得著轉化 我們先一起來祈禱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耶穌我們將我們每個人的靈都交在你的手裡面 請你來帶領我們 讓我們進入真理裡面 明白路德基的場景 讓我們在當中領受 你轉化的恩高 讓我們的生命提升 更加敏銳於聖靈的帶領 主你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先來看路德基的背景 我們先來看路德基的背景 我們讀路德基的第一章的一到五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來讀路德基一章一章五節 當時思思秉靜的時候 國中遭遇飢荒 在猶大的伯利行 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往摩亞地去寄居 這人名叫伊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南俄米 他兩個兒子 一個名叫馬倫 一個名叫基蓮 都是由大伯利行的 義法他人 他們到了摩亞地 就住在那裡 後來南俄米的丈夫 伊利米勒死了 姓夏婦人和他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取了摩亞女子為妻 一個名叫俄爾巴 一個名叫路德 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 馬倫和基蓮二人也死了 姓夏婦人和我 沒有丈夫 也沒有兒子 聖經告訴你 當時是思思秉靜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 當時是思思秉靜的時候 思思秉靜的時候 其實就是以色列一段混亂的時期 思思秉靜的時候 實際上是以色列一段混亂的時期 聖經說因為那個時候 以色列人沒有王 聖經說因為當時以色列人沒有王 重點是 各人就任意而行 重點是個人就任意而行 所以他們屬靈的光景是大倒退的 所以他們屬靈的光景是大倒退的 甚至有很多以色列人 根本連神的話語都不太認識 甚至是以色列人 連神的話語都不太認識 就是在這個個人任意而行 又混亂的世代 就是在這個個人任意而行 混亂的時代 國中遭遇了飢荒 但是我們要明白以色列其實是上帝的國度 但是我們明白以色列是上帝的國度 神的同在應該是在這個國家裏面的 神的國裏面有飢荒 這件事簡直是不可思議 這件事簡直是不可思議 創造天地的主 怎會他的國裏面有飢荒呢 為什麼在國裏面會有飢荒呢 神是滿有大能的 而更加不可思議的 就是神的子民面對這個飢荒的狀態 他們竟然任何反應都沒有 他們不去求問神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他們沒有求問神到底哪裡出現了問題 也都不懂得呼求神神啊你 刺一下你的請求在我們當中 也沒有呼求神神啊你刺一下拯救在我們當中 所有的事情都奇奇怪怪 所有的事情奇奇怪怪 甚至在猶大地的百利行 甚至在猶大地的百利行 有一個人他見到有飢荒 有一個人見到了飢荒 他就帶著自己的妻兒呢 就離開英雄之地 他就帶著自己的妻兒呢 離開了英雄之地 走去摩亞地去寄居 走到了摩亞地來寄居 他所出來的地方叫做百利行 他走出的地方叫伯利行 伯利行這個名字的意思 伯利行這個名字的意思 其實就是糧食的倉庫 就是糧食的倉庫 英文就叫做house of bread 英文就叫house of bread 就是最多糧食的地方 就是最多糧食的地方 等於我們中國的魚米之鄉 就等於是我們中國的魚米之鄉 天父之國 天父之國 如果我們告訴你 中國的魚米之鄉失收 饑荒 如果我們說是我們中國的 魚米之鄉有了饑荒 那麼全國應該是更加的糟糕 這樣全國就會更加的糟糕 這個人他本來住在伯利行 這個人原來是住在伯利行 一個最多糧食的地方 一個最多糧食的地方 偏偏遇上了饑荒 偏偏遇上了饑荒 但是當他遇上饑荒的時候 他怎麼做呢 但是當他遇到饑荒的時候 他怎麼做呢 他離開伯利行 走去摩亞地 他離開了伯利行 去了摩亞地 然後他就在摩亞地這個地方寄居 然後在摩亞地寄居 這件事情的屬靈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是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竟然他就離開神的國度 竟然離開了神的國度 摩亞所代表的是世界 摩亞代表的是世界 在神的國裡面遇到困難 在神的國裡面遇到困難 轉向 轉向 離開神的國度 離開了神的國度 走向世界 走向了世界 以為在世界裡面會有出路 以為是在世界裡面會有出路 以為是在世界裡面會找到豐盛 以為是在世界裡面會找到豐盛 這個人的選擇對不對呢 那這個人的選擇對不對呢 他們到了摩亞地 他們到了摩亞地 他們就住在那裡 他們就住在那裡 一段時間之後 在一段時間之後 拿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死了 拿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這個婦人和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娶了妻子 兩個兒子娶了妻子 但最後這兩個兒子都死了 但最後這兩個兒子也死了 而且沒有留下兒子 而且沒有留下兒子 正如說 剩下拿厄米 沒有丈夫 也沒有兒子 就剩下了 以利米 拿厄米 沒有丈夫 也沒有兒子 當時的婦女 沒有丈夫 沒有兒子 其實她的生活都會成問題 當時的婦女 沒有丈夫沒有兒子 她的生活都會成問題 誰會供應她將來的生活呢 誰會供應她將來的生活呢 但你有沒有看見這幅圖畫 你有沒有看見這幅圖畫 我們離開上帝的國度 我們離開了上帝的國度 走世界的道路 走世界的道路 原來走到最後 是一無所有 原來走到最後 是一無所有 拿厄米就落到一個這樣的光景裡面 拿厄米呢 就落到了這種光景裡面 現在他只能夠帶著兩個儀式 現在呢他只有帶著兩個兒媳 即是變成了三個寡婦 就是變成了三個寡婦 那他們的前路怎麼樣呢 那他們的前路會如何呢 我們看路德記一章的第八到第九節 和十八和二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來看路德記一章八十十八二十二節 拿厄米對兩個兒父說 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 願耶和華恩代你們 將你們恩代已死的人與我一樣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身夫家中得平安 於是拿厄米與他們親嘴 他們就放聲而哭 拿厄米見路德定義要跟隨自己去 就不再勸他了 拿厄米和他兒父摩額女子路德 從摩額地回來到百里行 正是動手各大物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拿厄米聽到一個消息 在這個時候拿厄米聽到了一個消息 神眷顧以色列地 神倔顧以色列地 使那個地方有糧 使那個地方有糧 苦境已經過去 苦境已經過去了 神的祝福始終臨到這個地方 神的祝福始終臨到了這個地方 拿厄米再看一下自己 現在我在摩額地 已經變成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但是神的國度呢 但是神的國度呢 百里行那邊呢 風風風風風風大蒙祝福 所以他突然醒過來 所以他突然醒了過來 不行 我要回到神的裏面 不行 我要回到神的家 世界的路原來是行不通的 世界的路原來是行不通的 我要回去了 所以他定義向百里行進發 所以他定義向伯利行進發 他決定回頭 他決定回頭 重新投靠以色列的神 重新投靠以色列的神 他就帶著他的媳婦路德 往百里行去 他就帶著他的兒媳路德呢 往伯利行去 聖經告訴我們什麼呢 聖經告訴我們什麼呢 那俄米和路德回來的時候 那俄米和路德回來的時候 他們回到了伯利行 正是動手各大脈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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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節旗和他們的農業周期是掛勾的 以色列的節旗和他的農業周期是相連的 動手各大脈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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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五巡節的期間 其實就是五巡節的期間 原來那俄米和路德 就黑巧在五巡節的時候 回到尤大的百里行 原來那俄米和路德 恰巧在五巡節的時候 回到了伯利行 這個不是巧合 是聖靈引導他們 就是聖靈的引導他們 在對的時候回到了伯利行 就是聖靈的引導 在對的時候回到了伯利行 在這個對的時機回去的時候 路德和那俄米就接上了聖靈的水流 在對的時候 路德和那俄米就接上了聖靈的水流 那俄米重新回到神的國裏 那俄米重新回到神的家裏面 和聖靈的恩膏接上之後 會發生什麼呢 和聖靈的恩膏接上水流之後 會發生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到的第一大點 這是我們講到的第一大點 剛才前面那些是隱言 剛才我們說的是隱言 第一點就是 輕輕鬆鬆蒙引導 第一大點 輕輕鬆鬆蒙引導 我們看路德記第二章的一到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來讀路德記二章一到三節 那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的親族中 有一個人名叫邦雅斯 是個大才主 摩雅女子路德對那俄米說 用我往田間去 我蒙誰的恩 就在誰的身後十取墨碎 那俄米說 女兒呀 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 來到田間 再收割的人身後十取墨碎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雅斯那塊田女 當那俄米和路德兩個人 連接上聖靈的水流的時候 當阿米和路德兩個人 接上聖靈水流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 或者是神跡 奇妙的事情 或者是神跡 就一個接著一個去發生 就一個接一個的發生 他們毫不費力地 進入了神給他們的帶領 他們毫不費力地進入了神給他們的帶領 有多少巧合呢 有多少巧合呢 首先第一個 就是他們到達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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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就是動手割大脈的時候 正好是動手割大脈的時候 這個時間很重要 這個時間很重要 除了五巡節之外 除了五巡節之外 剛剛開始收割 剛剛開始收割 以色列人有一個規定 以色列人有一個規定 他們在田裡收割的時候 不可以全割了 他們在田裡收割的時候 不等全部割完 要留一些 給那些無依無靠的人 可以去收割 給一些無依無靠的人 去收割 這樣就照顧這些貧窮的人 這樣可以照顧一些貧窮的人 弱勢的人 弱勢的人 使到神的國裡面 沒有因為不足而死 而使在神的國裡面 因為不足而死 所以如果路德和拿爾米 不是這個時候回到去的話 他們的生計是有問題的 如果路德和拿爾米 不是在這個時候回去的時候 他是有問題的 但是神是帶領他們 剛剛好就是這個時候到 但是神帶領他們 剛剛好在這個時間到 第二重的神跡 第二重的神跡 路德人生路不熟 路德人生地不熟 甚至其實拿爾米 都離開了這個地方 這麼多年的時間 而且拿爾米 都離開這個地方 很多年的時間 他哪裡都不去 他黑巧去到大財主 波阿斯的田裡 他哪也沒有去 恰好就去到了大財主 波阿斯那個田裡面去 大財主已經不得了 大財主已經了不得了 他還要是波阿斯 他呢還是波阿斯 因為波阿斯剛剛好 就是他們自己本族裡面 至近的親屬 因為波阿斯正巧是他們 本族裡面至親的親屬 路德這一頭到 第三個奇妙的事情又發生了 這個時候呢 第三個奇妙的事情又發生了 波阿斯剛剛好 就來到這一塊的田裡面 見到路德 而波阿斯呢 下巧來到了這塊田裡面 見到了路德 因為這個大財主很多田地 因為這個大財主很多田地 他未必就在那個時候 來到這一塊田的 他不會呢 就是正好這個時候來到這個田地 又有很多產業 也有很多的產業 巡視他的鋪位 可能他都不來這塊田的 巡視他的一些店鋪 也不會來到這塊田地 總之就剛剛好 總之呢就是剛剛好 各位觀眾看到這裡的時候 各位觀眾看到這個時候呢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劇本實在是太離譜了 你會不會覺得呢 這個劇本實在是過於牽強了 這個編導怎麼寫的呢 這個編導怎麼來寫的呢 有沒有用心的呢 有沒有用心呢 這麼多的巧合有沒有搞錯啊 這麼多的巧合有沒有弄錯呢 這麼多的巧合 這麼多的巧合 明顯就是編劇故意做他們相遇 明顯的是編劇故意製造他們來相遇 眾多的巧合 眾多的巧合 成就了相遇在麥田 成就了相遇在麥田 這個浪漫故事就開始了 這個浪漫的故事就開始了 沒錯啊 沒錯 是聖靈硬做的劇情來的 其實呢 這個是聖靈呢 牽強做的一個劇情 因為路德定義跟隨那俄米 因為路德定義跟隨那俄米 他定義投靠那俄米所信的神 他定義投靠那俄米 那俄米所投靠的神 所以以色列的神 就要帶來一個這樣的結果 所以以色列的人 就要帶來這樣的結果 你看見嗎 如果今天我們立定心志 跟從聖靈 你有沒有看見 如果今天我們立定心志 跟隨聖靈 聖靈也都必定會帶來我們 聖靈呢也就會必定帶來我們 聖靈一定會成就 關乎你的相遇在脈田 聖靈呢必然地成就你們呢 相遇在脈田 我們有一個同工 三姐姐 我們有一個同工三姐姐 她回應神的呼召的時候 她回應神呼召的時候 心裏面都有很多掙扎 心裏面內心都有很多的 我還記得我和師母 那時候打電話給她 我記得我和師母打電話給她 她那時候還在火車上面上班的途中 她當時在火車裡面上班的途中 下班的途中 下班的途中 我們就用視像跟她說的 我們和她視像來通話 其實我突然反過來想 其實我們都挺殘忍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覺得我和師母都有點殘忍 因為那個視像呢 她就在火車上面 不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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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看著她 因為當時呢 那個視像的時候 她在火車上就這麼哭 應該很多人都看著她 她一方面很感動地回應呼召 好吧 我來教會做全時間同工 她一方面呢 就是回應好了 我在教會做全職的同工 後來我們才知道 她心裏面有個小劇場 但是後來呢 我知道她心裏面有個小劇場 她就告訴自己 以後呢 沒有優質牛肉吃的了 她說以後呢 沒有優質的牛肉吃 以後呢 我要去蜜田那裡浸蜜水的了 以後呢 要去蜜田呢 是十蜜歲了 但是她決定跟隨聖靈 但是呢 她決定跟隨聖靈 同樣聖靈帶領她 同樣的聖靈呢 聖靈呢 也帶領她 不斷的巧合就出現在她生命的裏面 不斷的巧合 出現在她的生命中 她要租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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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就有一個比市值低的租金的租盤出現 恰巧呢 就有一個比市值低的租盤出現了 恰巧呢 她本來住的在西貢那間屋又租了出去 恰巧呢 她原來住在西貢的房間呢 又租了出去 恰巧呢 她新租的地方 近教會近到把得了 恰巧呢 她新租的地方呢 離教會很近很近 成為一個讓人妒忌的分半鐘 成了讓人妒忌的 一分半 一分半鐘 因為她回教會只需要分半鐘 因為她回教會只需要一分半鐘 又恰巧她的先生在公司升職加人工 又恰巧呢 她的先生呢 在公司呢 升職加人工 更加恰巧的就是她的先生一年之內 連升三級加人工三次 更恰巧的時候呢 她的先生呢 在工作裡面呢 一年裡面 連升職三次 加了三次人工 什麼劇本啊 這是什麼劇本呢 聖靈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 聖靈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 只要你敢跟上去 聖靈為什麼會這樣做 聖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怎麼樣才可以被聖靈選中 成為她劇中的男女主角呢 如何才能被聖靈選中 成為她劇中的男女主角呢 這個男女主角你想不想做呢 這個男女主角你想不想做呢 那我們看秘訣了 我們來看秘訣 路德記二章八到十節 路德記二章八到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一起來讀 波瓦斯對路德說 女兒啊 聽我說 不要往別人田女拾取墨碎 也不要離開這女 要常與我是女門在一處 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 你就跟著她們去 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 你若喝了 就可以到器命那裡 學僕人打來的水 路德就苦福在地叩拜 對她說 我既是愛幫人 怎麼蒙你的恩 這樣顧恕我呢 波瓦斯回答說 自從你丈夫死後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 到數不認識的民眾 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 你來投靠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祂的賞賜 聖靈簡選了路德 聖靈簡選了路德 波瓦斯都簡選了路德 波瓦斯也簡選了路德 因為神要施恩給他 因為神要施恩給他們 聖靈藉著波瓦斯施恩給路德 聖靈藉著波瓦斯施恩給路德 甚至讓他的仆人照顧路德 服侍他 甚至讓他的仆人照顧路德 服侍他 路德可以喝那些仆人打來的水 路德可以喝仆人打來的水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連路德自己都覺得自己不配 甚至到一定的地步 路德都覺得自己不配 所以路德跟波瓦斯說 所以路德跟波瓦斯說 他說我既然是外邦人 為何會蒙你的恩這樣來固恕我呢 我既是外邦人 怎麼蒙你的恩這樣呢 固恕我呢 然後波瓦斯給出了一個答案 之後波瓦斯給出了答案 他說自從你的丈夫死了之後 你向你奶奶所做的一切 你離開你的父母和本地 你離開你的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認識的文裡面 到素不認識的名中 這些事情人都告訴我了 這些事情人都告訴我了 你信服你的婆婆 你信服你的婆婆 不離不棄地愛她 這些生命美好的果子眾人都看見 這些生命中美好的果子眾人都看見 大家已經將你的故事在這個地方傳開了 大家將這個故事在這片土地傳開了 路德有非常好的名聲 路德有非常好的名聲 更重要的一點 波瓦斯看見 波瓦斯看見 他說你來投靠耶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他說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波瓦斯看見一個重點 路德你是來投靠神的 路德你是來投靠神的 原來當我們一生來投靠神的時候 神就為你的生命負完全的責任 神就會為你的生命負完全的責任 路德來到以色列 路德來到了以色列 他知道這是一個暫生的屬靈之旅 他知道這是一個崭新的屬靈之旅 他知道他來其實是要尋找投靠以色列的神 他知道他是來尋找投靠以色列的神 因為只有神可以帶領他供應他一切的所需 因為只有神來帶領他供應他一切的所需 他那個年紀老馬的奶奶根本沒有辦法供應他任何東西 他年歲老馬的婆婆已經無法供應他一切的所需 其實反過來路德是要照顧他供應這個奶奶 其實轉過來他要照顧他的婆婆供應他 但路德有甚麼東西可以供應他的奶奶呢 但是路德有甚麼東西來供應他的婆婆呢 所以路德很清楚只有投靠神 當他這樣來尋找神的時候 聖靈絕對不會讓他失望 任何一個下定決心努力尋找跟隨聖靈的人 都絕對不會失望 絕對不會空手而回 其實在不知不覺之間 聖靈已經為路德鋪好了一條奇妙之路 聖靈已經為路德鋪好了一條奇妙之路 這個奇妙人生轉化之旅就要開始了 這個奇妙人生轉化之旅即將開始了 我們看路德記第三章 我們來看路德記第三章 路德記第三章 路德的婆婆難以對她說 女兒呀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幸福嗎 你與波瓦斯的侍女常在一處 波瓦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 她今夜在牆上播大脈 你要沐浴抹高 換上衣服 下到牆上 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 你等她吃喝完了 到她睡的時候 你看準她睡的地方 就盡去牽開她腳上的皮 躺我在那裡 她必告訴你 所當做的事 路德說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路德就下到牆上 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 這一段記載 這段記載 是路德記整卷書裡面 最惹人爭議的一段記載 是路德記整卷書裡面 最惹人爭議的記載 因為南偉吩咐路德 因為南俄民吩咐路德 你要洗澡 然後抹高 你要先洗澡 然後再抹油 換上一件衣服 落到和牆裡面 下到河場上 但不要讓人認出你 直等到她 這個她就是波瓦斯 直到你遇到了波瓦斯 等她喝完喝醉之後 等她喝完酒之後 當她睡覺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她睡在哪裡 當她睡覺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她睡在哪裡 然後你就進去 掀開她腳上面的皮 掀開她腳上的背 然後鑽進去 然後鑽進去 她就會告訴你 應該要怎麼做 她就會告訴你 應該怎麼做了 當你讀到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 哇 為什麼這麼沒有道德 如果我們讀到這裡面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沒有道德呢 甚至會質疑 甚至會質疑 如果南俄米真是為路德 關心她的話 如果南俄米真的是關心路德的話 希望為她找個好歸宿 希望為她找一個好的歸宿 為什麼不光明正大地和波瓦斯提親呢 為什麼不光明正大地和波瓦斯提出呢 要鬼鬼祟祟地冒上明星受損的風險去做呢 卻要是這麼鬼鬼祟祟地冒上明星受損的風險去做 我這裡先問一下我們的姊妹 我在這裡問一下我們的姊妹 如果你還沒結婚 如果你沒有結婚 然後有人提醒你 然後有人提議 你去哪個那個帥哥那裡 你揭開他的臉被捐進去他的皮鬥那裡 你到一個男孩子那裡 揭開他的那個被子 鑽進去 有多少姊妹 不過提議這個人 是你很尊重的一個人 但是提議這個人 是你很尊重的一個人 有多少姊妹你覺得 我會這樣做的請舉手 有覺得可以這樣做的姊妹呢 可以舉手 有多少姊妹覺得 我不肯的請舉手 有人覺得 我不願意的請舉手 多數人都不肯 多數人是不肯的 拿爾米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拿爾米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首先其實拿爾米知道 波阿斯是恩代路德 首先拿爾米知道 波阿斯是恩代路德的 他也知道波阿斯是他其中一個 至近的親屬 他也知道波阿斯是他至親的一個親屬 他可以屬以利米勒的地 他可以屬以勒米利的地 即是拿爾米丈夫的地 就是說拿爾米丈夫的地 因為以色列人有規定 因為以色列人有規定 如果這個人死了 他的地只可以賣給同族裏面的人 如果這個人死了以後 他的地只有賣給同族的人 這樣就可以屬那個地 之後就可以屬這塊地 不過拿爾米的想法有點不同 但是拿爾米的想法有些不同 他不單止想賣地 他不單想去賣地 因為賣地有錢 因為賣了地就有錢 他更加想買地的人 娶了路德 他更想買地的人 娶路德 因為他娶了路德 路德就有生活保障了 因為娶了路德 路德就有了生活保障 但是還有一個更高的難度 但是還有一個更高的難度 就是這個人買地之後 就是這個人買地之後 那塊地的業權是寫回 拿爾米的亡夫的名字 這個地的業權要寫上拿爾米 他丈夫的名字 還有這個買地的人娶了路德 還有這個買地的人娶了路德 第一個生出來的長子 要歸回到拿爾米亡夫的名下 他生出來的長子的名 要歸到拿爾米亡夫的名下 這個就是拿爾米心中所想的 這個是拿爾米的心中所想的 你想想這個難度高不高 你想一下這個難度是不是很高 這個人要出錢買地 不過業權是寫人家的名字 這個人出錢買地 但是業權是寫別人的名字 這個人娶路德 第一個生出來的兒子 都是歸於人家的名字 他娶了路德 路德生出來的第一個孩子的名字 也是歸於別人的 誰願意這麼吃虧呢 誰願意這麼吃虧呢 如果拿爾米就是為路德提親 去問波哈斯 如果拿爾米提親問波哈斯 波哈斯如果拒絕呢 波哈斯如果拒絕呢 還有就是以色列人做這種交易 一定要有幾個證人在 還有呢 以色列做這種交易 還要有其他證人在 如果波哈斯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拒絕這個提議的話 如果波哈斯當著眾人面前 拒絕了這個提議 波哈斯從此這個家 就會被以色列人稱為脫鞋之家 波哈斯從此呢 就被以色列人 他的家就被以色列人稱為脫鞋之家 即是他不願意遵守這個恩典的條例 就是說他不願意遵守這種恩典的條例 其實很沒有面子的 其實很沒有面子的 所以拿爾米很難去這樣公開提親 所以拿爾米很難這樣公開提親 如果是波哈斯主動 那就不同了 如果波哈斯主動 那就不一樣了 拿爾米一直期待波哈斯會做些事 他一直期待波哈斯做些事情 但是到收割完了他都沒有行動 但是到收割完了都沒有行動 收割完即是三個月的了 收割完已經三個月了 這個波哈斯一點動靜都沒有 但是波哈斯一點動靜都沒有 拿爾米著急了 一定要想辦法提一下這個木頭 一定要想辦法提醒一下這塊木頭 其實拿爾米都看得出 波哈斯明明就是喜歡路德 其實拿爾米都看得出 波哈斯明明是喜歡路德的 但是這個男人真的是一塊木 但是這個男人像一塊木頭一樣 我們有很多姐妹 你身邊的那個都是一塊木 我們身邊的姊妹 身邊旁邊的那個 有時也像一塊木頭一樣 你大力地繞她一腳 她才滾一圈 你大力地踢她一腳 她才滾一滾 不夠大力的時候滾一半 如果不夠大力的時候 她就是滾一半 所以拿爾米就想了這個計謀 所以拿爾米就想出了這個計謀 這個真是A計謀 B計謀之後的C計謀 這個就是A計謀 這個就是A計謀 B計謀之後的C計謀 所以她跟路德說 所以她和路德說 你要夜媽媽去找她 你是在黑夜的時候去找她 重要的是提醒她 而且要提醒她 希望波哈斯可以盡這個救贖者的責任 希望波哈斯可以盡這個救贖者的責任 因為其實這個屬地的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救贖者 因為這個屬地的原文就是救贖者 好了 我想問剛才那個問題 我現在想問剛才那個問題 很多姊妹都舉手說我不願意這麼做 很多姊妹都舉手說我不願意這麼做 因為你一聽就知道這件事是很面紅的事情 因為你一聽這件事情是很面紅的事情 唉呦 以後這塊臉放在哪裡 以後這個面子往哪放呢 路德都是一個正常思維的女子 路德也是一個正常思維的女子 甚至很聰明 你猜她想不想到你想到的東西呢 你想她會不會猜到你想猜到的事情呢 你都不願意做 為什麼路德會願意呢 你都不願意 路德怎麼會願意呢 因為路德說你怎麼吩咐我就怎麼做 因為路德說你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 路德知道這個意味著什麼 路德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但是他選擇信服 但是他選擇了信服 雖然理性上會有很多的問題 雖然理性上會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他信任南俄米的決定 但是信任南俄米的決定 因為他信神一定是當中保守和帶領 他信任的神一定會在當中保守帶領 我們跟隨聖靈的時候都要這樣 先信心後理性 我們跟隨聖靈的時候都要這樣的信心後理性 有時候神要給我們的方法超出我們的想像 有時候神給我們的方法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但是我們用信心跟上 但是我們要用信心來跟上 聖靈能夠成就超乎我們所想的事 聖靈可以成就超乎我們所想的事情 我們看第二點 我們來看第二點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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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選擇了信服 放下了自己的理性 跟隨著神給南俄米的感動 跟隨著神給南俄米的感動 進入脈田 進入了脈田 跟波阿斯相遇 跟波阿斯相遇 脈田之夜 脈田之夜 順利提出了這個暗示 順利提出了這個暗示 其實這個暗示根本就是明示 其實這個暗示根本就是一個明示 但是接下你的事情只能夠交給神 所以接下來的事情只能交給神 波阿斯收到這個提示的反應是什麼 波阿斯收到這個提示的反應是什麼 你不用怕 你不要害怕 凡你所說的我必定照著做 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做 我實在是你一個至近的親屬 我實在是你一個至親的親屬 指示 指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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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如果劇情停在我實在是 這樣就完美了 如果劇情停在是 我實在是就完美了 那我們就可以走向燈燈燈燈了 我們就會有音樂了 不過後面就多了一個指示 但是後面又多了一個指示 這些劇情真的 這些劇情實在是 波阿斯和路德的愛情故事出現了變數 波阿斯和路德的愛情故事出了變數 其實波阿斯是可以不理那個比他更近的親屬的 其實波阿斯可以不理呢 和他更親的親屬 現在見到路德來到現場了 現在看見路德已經來到了現場 即是狼有情 妾有義了嘛 就是狼有情 情有義 所以其實他只需要娶路德 不用理那塊地就搞定了 如果他只是娶路德 不要理那塊地就可以了嗎 路德已經是寡婦 寡婦可以在嫁的嘛 路德已經是寡婦 寡婦可以在嫁 合情合理又合神的律法 合情合理又合乎神的律法 娶了路德之後 找些錢打發辣娥米照顧辣娥米搞定 娶了路德以後呢 拿錢給 娶娥米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這樣做的話呢 娜娥米的心願就落空 娜娥米的心願就落空了 路德想成全娜娥米的心願也落空 路德想成全娜娥米的心意也落空了 因為路德很體寵 很愛娜娥米 因為路德很看重 很愛娜娥米 波阿斯也都很體寵 很愛路德 所以他們要走合法的途徑 所以他們要走合法的途徑 要成全娜娥米的心願 要成全娜娥米的心願 這條路是難的 這條路是難的 是有風險的 是有風險的 因為有一個指示 這個指示就像情咬金的突然間出現 這個指示又突然間出現 所以波阿斯就說 如果那個至近的親屬肯熟地又取路德的話 如果這個至今的親屬肯取路德又熟低的話 這一場的愛情故事就畫上句號 那麼這麼一場愛情故事就畫上了一個句號 但是波阿斯心裏也有一個盼望 但是波阿斯心裏也有一個盼望 神啊 你不會這樣的 神 你不會這樣的 我只管將它交在你的手裏 我只管將它交在你的手裏 如果那個人不肯 我起誓我必定為你盡本分 我起誓我必定為你盡本分 其實波阿斯都豁出去了 其實波阿斯都豁出去了 將一切都交給聖靈 將一切交給聖靈 他也控制不了 他也控制不了 兩個傷害的心都失控了 兩個傷害的心都失控了 不知道前面會怎樣了 不知前途如何 波阿斯和路德 波阿斯和路德 他們都願意放下自己血氣的想法 他們都願意放下自己血氣的想法 跟隨聖靈 跟到底 跟隨聖靈 跟到底 神就怎樣去回應他呢 神如何回應他們呢 路德記第四章 我們一起來讀 路德記第四章 我們一起來讀 波阿斯到了城門 坐在那裡 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過 波阿斯說 某人啊 你來坐在這裡 他就來坐下 波阿斯又從本城的掌路中 拯救了十人 對他們說 請你們坐在這裡 他們就都坐下 波阿斯對那至近的親屬說 從摩亞地回來的那我米 現在要賣我們族輕以利米勒的那塊地 我想當屬那塊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愛再沒有別人了 你可以在這類的人面前 和我本國的掌路面前說明 你若肯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訴我 哪人回答說 我肯熟 波阿斯說 你從那我米手中賣者地的時候 也當取原文是賣十節童 死人的妻摩亞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者 產業上傳留他的命 那人說 這樣我就不能熟了 恐怕於我的產業有外 你可以熟我所當熟的 我不能熟了 聖靈巧合的事情又再出現了 聖靈巧合的事情又出現了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巧合是神的帶領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巧合是神的帶領 一切都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已經無聲無息地介入了這件事裡面 聖靈已經無聲無息地介入到這件事裡面 因為第二天 波阿斯立刻走到城門門口 想找更近的親屬 因為第二天早上 波阿斯想到城門找更至親的親屬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就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這個非常巧合又出現了 這個非常巧合又出現了 所以波阿斯立刻對他說 所以波阿斯立刻對他說 你願不願意熟這個地 你願不願意熟這塊地呢 那個人竟然說好啊我熟 那個人竟然說太好了我熟 波阿斯這個時候一定是心頭一會兒 心臟幾乎都掉落地了 波阿斯當時肯定 心裡面就有一些失望了 如果是我很想插著他鏡子 你不是嘛你講真點 如果是我我會插著他的脖子說 你講清楚一些 我想波阿斯一定心裡面討告 我想波阿斯可能心裡面會禱告 然後他提出你還要娶路德 而且要為死人留名 他提出你要娶路德 而且要為死人留名 那個人立刻說 那個人即刻說 那我就不熟了 那我就不熟了 你可以熟了 你可以熟 結果是怎樣呢 路德記四章十三節我們一起讀 路德記四章十三節一起讀 於是波阿斯取了路德為妻 與他同房 也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跟著聖靈走正確的道路 跟著聖靈走正確的道路 當中可能會有波折 當中可能會有波折 甚至會有困難 但最終這一切的障礙都一一被清除 但是最終的障礙都會一一被清除 神能夠成就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美好 神可以成就我們所想所求的美好 是不是真的超過我們所想所求呢 是不是真的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呢 我們看路德記四章十六十七節 我們來看路德記四章十六十七節 那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懷中 作他的養母 倫舍的婦人說 那俄米得孩子了 就給孩子起名叫俄比德 這俄比德是耶犀的父 耶犀是大衛的父 詩情的結局就是那俄米得了孩子了 事情的結局是那俄米得了孩子了 你可以想像本來那俄米 可能已經沒什麼人生樂趣了 你可以想像那俄米可能沒有人生樂趣了 年紀又大 什麼也沒有了 現在他有個孩子在他的懷中 但是現在有個孩子在他的懷中 整個人的精神都回來了 整個人的振奮起來 整個人的精神不一樣了 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裡面 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裡面 但是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呢 以往他跟著他的丈夫走世界的道路 越走就越低 到最後 老公死了 兒子死了 一無所有 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了 到最後老公死了 兒子死了 一無所有 空空如也 然後他打算回頭 投靠神 然後他想著 回轉頭來投靠神 但當他這樣投靠神 跟著神的時候 他就越走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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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走越豐富 甚至現在還要抱著個BB 甚至現在抱著一個小朋友 你看見嗎 你又沒有看見 走世界的路 走世界的路 開頭好像很好 起初的時候好像是很好 因為那邊有飢荒 這邊有食物 因為那邊有飢荒 這邊有食物 但是世界原來是騙你的 初頭好像很好 開始好像是很好 最後什麼都沒有 但是當你回頭跟著神 初頭什麼都沒有 開始什麼都沒有 越走就越多 越走就越豐富 越走就越豐富 看上去是空空的 其實是匯豐 什麼都有 有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甚至超越你的所想所求 甚至超越你的所想所求 這個孩子的名字就叫做俄貝德 這個孩子的名字叫做俄貝德 但是俄貝德原來是耶犀的爸爸 但是俄貝德原來是耶犀的爸爸 耶犀原來是大衛的爸爸 耶犀原來是大衛的爸爸 哇 這個外邦的女子路德 這個外邦的女子路德 一個不小心進入了以色列的王族血統裡面 不知不覺的就進入了以色列王族的血統裡面 她成為了太太太太后 她成為了太太太太后 你說這個是不是超過你所想所求 你想這是不是超過你的所想所求呢 但是更超過你所想所求的是什麼 但更超過你所想所求的是什麼 這個是大衛的家譜 這是大衛的家譜 她成為了大衛的先祖 她成為了大衛的先祖 但你沒有忘記這個家譜 也是耶犀基督的家譜 但你不要忘記這個家譜 也是耶犀基督的家譜 一個這樣的外邦女子路德 一個這樣的外邦女子路德 她竟然成為萬世救主耶犀基督的先祖 她成為了萬世救主耶犀基督的先祖 就是因為她跟著聖靈的帶領 就是因為她跟著聖靈的帶領 她進入了神的國裡面 她進入了神的國裡面 不單止 她還進入了神的家裡面 她更進入了神的家裡面 成為神家裡面的人 成為了神家中的人 弟姊妹 今天你和我都一樣 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都一樣 如果我們願意立定心志跟隨聖靈 如果我們立定心志跟隨聖靈 聖靈要引導我們 聖靈就會引導我們 進入神的國裡面 進入神的國裡面 得著一切的風聲 不單止這樣 聖靈更要帶領我們進入神的家裡面 聖靈更帶領我們進入神的家裡面 成為神家裡面的人 成為神家中的人 享受風聲再風聲 享受風聲再風聲 甚至將來和基督一同作王 甚至將來和基督一同作王 這個就是福音 這個就是福音 這個就是跟隨聖靈的結果 這個就是跟隨聖靈的結果 今天你和我願不願意這樣跟從呢 今天你和我願不願意這樣跟從呢 當我們這樣跟從的時候 當我們這樣跟從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轉化 我們的生命就會轉化 就好像Richard一樣 就像Richard一樣 他就是這樣跟隨聖靈 他就是這樣來跟隨聖靈 聖靈提他什麼 他就做什麼 聖靈告訴他什麼 提醒他什麼 吩咐他怎麼做 他就怎麼做 跟路德一樣 跟路德一樣 所以他的生命改變 所以他的生命改變 現在他成為一個好丈夫 現在他成為一個好丈夫 開始學做一個好爸爸 開始學做一個好爸爸 他整個家庭都不一樣 他整個的家庭都不一樣 人際關係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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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不一樣 心態不一樣 喜樂平安不一樣 喜樂平安不一樣 一切的憂慮重擔都離開 一切的憂慮重擔全部離開 因為他奔跑在聖靈帶領的路上 因為他奔跑在聖靈帶領的路上 今天是五旬節 今天是五旬節 讓我們邀請聖靈進入我們生命的當中 讓我們邀請聖靈進入我們生命當中 用一個信服的心 跟隨聖靈 用一個信服的心 跟頌你 讓你和我的生命 都被轉化過來 讓你和我的生命 都被轉化過來 好嗎 我們也同氣了 我們一起來起立 我們用這一首詩歌 邀請聖靈進入我們生命的裡面 我們用這一首詩歌 邀請聖靈進入我們生命當中 聖靈進入我們生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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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力 神灵啊我好爱你 我和你让你牵引 而每一天我要跟神爱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牵引 牵引我更新经历 你多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容颜 我敬拜你 在面与正面 圣灵会引导我们 圣灵会引导我们 更新转发我们 更新转化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进步 让我们的生命进步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需要圣灵的引导 但你知道你还没有将耶稣 接在心里面 但是你还没有将耶稣接到心里面 或者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 或者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 今天我奉耶稣的名邀请你 今天我奉耶稣的名邀请你 先跟着我们的祷告 将耶稣接在心里面 先跟着我们的祷告 将耶稣接到心里面 圣灵就会引导你 圣灵就会引导你 对你的生命说话 好像他帮助Richard一样 好像他帮助Richard一样 你的生命会更新转化 你的生命会更新转化 你的家庭 你的人际关系都会变得不一样 你的家庭人际关系都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今天你愿意跟着我们 藉着祷告来领受耶稣 今天借着祷告来领受耶稣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看见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举起你的手让我来看见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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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 我看到了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还有没有 有没有 邀请想祷告的朋友 请你来到台前 邀请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的台前 带你的朋友 可以陪着他一起出来 我们来祷告 将耶稣接在室里面 我们用祷告了 将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今有一个话 欢迎你来到台前 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 欢迎你来到台前 来到台前的 但今天 我愿意 我愿意 相信你 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求圣灵帮助我 求圣灵帮助我 引导我的人生 引导我的人生 转化我 转化我 多谢主 感谢主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请我们的招待 继续帮助 两位的姊妹 跟随圣灵得着转化 跟随圣灵得到转化 我们每个人都很想 生命可以改变更新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 让生命改变更新 我们都很想 去好好地照顾 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想 很好地来照顾 我们的家人 今天我们见到 有四个主角 他都很想 好好地爱他的家人 我们今天看见 有四个主角 都想很好地爱自己的家人 以利米勒 很想照顾他的家人 在饥荒的里面 就带他们一条出路 但是去了世界 以利米勒 很想照顾他的家人 但是在饥荒里面 却把他们带到了世界 拿额米 当他见到 这样的状况之后 他带路德 去神的国度里面 拿额米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带路德 到神的国度里面 路德 他很爱他奶奶 路德很爱他的婆婆 但是凭自己 有什么能力呢 但凭自己 有什么能力呢 牧师再次提醒我们 他依靠神 牧师再次提醒我 我们他依靠神 波瓦斯很爱路德 波瓦斯很爱路德 所以都很爱路德 所爱的奶奶 拿额米 所以他很爱路德 所爱的婆婆 拿额米 但可以怎么做呢 但可以怎么做呢 他不是走世界的方法 他没有走世界的方法 他不是找捷径 他没有找捷径 他不会用一个自己很有把握的方法 他没有用自己可以把握的方法 今天我们呢 今天我们呢 我要请大家都闭上眼睛 请大家闭上眼睛 我们来思想 我们来思想 有我们很爱的家人 我们很爱的家人 我们的工作 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子女 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家人和子女 但是我们做的决定 但是我们做的决定 我们是属于世界 还是属于神 我们是属于世界 还是属于神呢 原来结果 叉天拱地 所以呢 结果呢 是天壤之别 以利米勒行世界的路 以利米勒走世界的路 一家人 三个男人 死了 一家人 三个男人 都死了 路德和波瓦斯呢 路德和波瓦斯呢 拿鹅米呢 拿鹅米呢 进入一个超乎想象 这么美好 这么丰盛的结局 进入了一个超乎想象 更美好 更丰盛的境地 我们都知道 要跟随圣灵 我们知道要跟随圣灵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哪里呢 放下自己的想法 放下自己的想法 要请大家将手放在心上 为自己来祷告 请大家将手放在心上 为自己来祷告 在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看不到前路 在很多时候 我们呢 看不到前路 泡沫把握 没有把握 但是神知道 但是神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 不需要在彷徨挣扎的里面 不需要在彷徨挣扎的里面 相信神 相信神 不要体贴自己的感觉 不要体贴自己的感觉 不要怕没面 不要怕没有把握 不要怕没有把握 将你一切的忧虑交给神 将你一切的忧虑交给神 鼓励你现在开口同心 鼓励你现在开口同心 告诉神 我愿意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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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很多的说法 很多在经济里面 告诉我们 怎样可以得财 得利 得利益 但是真正的爱 不是这个世界 给到答案 真正出路在神那里 主祢来帮助我们 不是用自己 以为的聪明 来为自己丑损 主我们不要做以利米利 以为见到饥荒 还带一家人去到波押 谁知有这样的收场 这样的结局 主我们要学拿和米一样 我们要回转 去到你国度的里面 主我们要好像路得一样 虽然自己什么都没有 但是更靠住神 神在当中有出路 主我们要好像波亚斯一样 我们不用自己的血气 自己的财力 自己的势力 为自己来谋算 主给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 能够等候你的作为 等候你的 别不至于羞愧 主在我们当中 很多弟兄姊妹 现在都在等候过程里面 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动摇 有挣扎 但是多谢你 今天值着这个经文 你告诉我们 走神的路是对的 是对的 中言当中可能困难重重 很多好像很不顺利 很没把握 但是你告诉我们 但是你告诉我们 是对的 圣灵会带领我们 结果会超出我们所想所求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位好神 主我们多谢你 昔日你怎样带领 这三个本来的寡妇 带领两个 只要愿意回转的 你两个就得着祝福 我耳巴不能够得着 主今天你给我们 你做一个对的抉择 走在你的角度里面 走在你心意的里面 圣灵我们要单单跟随你 不体贴我们的肉体 不体贴我们以为的聪明 我们的计划 我们要单单来跟随你 祝我们感谢你 圣灵请你来 充满我爱心 我需要你的高 充满我力 圣灵好我好爱你 我的力让你牵引 而每一天 我的力让你牵引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很高 充满我力 圣灵好我好爱你 我的力让你牵引 而每一天 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的祝 我将神秘牵给你 且你我感情敌力 你能能甘心活力 忽然能与你相避 祝我仰望你的容颜 我只拜访 我只拜访 在与真地 第一支牵引 让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祝福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举手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圣灵的能力大大的临到你 圣灵的能力大大的临到你 因为你专心跟从圣灵 圣灵要引导你 圣灵要引导你 走上转化丰盛的道路 走上转化丰盛的道路 你必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你必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为 喜乐平安要大大的充满你 喜乐平安要大大的充满你 你心中充满能力 你心中充满能力 成为多人的祝福 愿你的家成为囂观的圆子 愿你的家成为浇灌的园子 结出各样丰盛的果子 神要这样大大的赐福你 因为你专心跟从他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将掌声归避主耶稣 我们将掌声推给主耶稣 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 我们的崇拜就到这里 需要透过福祉的电影节目 可以来到台前 愿主祝福大家 希望打告福祉的电影姐妹 可以来到台 大家在看的是 新瑞611灵量堂 如果你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欢迎你把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请寄标签向中国银行户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量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ent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ft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td 请你将收据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YouTube 感谢观看